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在今后提供定期和不定期的科普课程给订阅会员 请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节目 以后我们每天都会固定出版一支针对中年人士所需要理解和学习的最前沿的心智 您将固定收到我们编写的信息 欢迎用听的 我们特别重复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 因此您反复收听将会有很好的学习股效 CHA-JPT是一个由贝南安公司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它基于大规模的数据集和深度学习算法训练而成 能够自动生成文本 回答问题和与人类进行对话等 目前CHA-JPT模型是全球最先进 最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之一 可以用于各种应用 包括智能克服 虚拟助手 智能翻译 智能写作等 以下是关于CHA-JPT的学习资料和使用指南 官方文档 OBINI官网上入关于CHA-JPT的详细文档和教程 包括如何使用API 如何训练模型等 这是学习和使用CHA-JPT的首选资源 开发者社区 OBINI拥有一个活跃的开发者社区 社区成员可以在论坛上交流和分享使用经验 解决技术问题等 这里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资源和工具 帮助您更好地使用CHA-JPT在线课程 一些在线课程如Cursor和Udemy上 有关于CHA-JPT的课程 您可以在这些平台上 学习CHA-JPT的基础知识和高级应用 博客和文章 有很多人在博客和社交媒体上分享 有关CHA-JPT的文章和指南 您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来查找这些资源 关于如何赚钱和如何应用CHA-JPT在生活中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 提供智能客服服务 CHA-JPT可以用于构建智能客服系统 为客户提供自动化的支持和解决方案 您可以向其提供这种服务 并根据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 构建虚拟助手 CHA-JPT可以用于构建虚拟助手 帮助人们完成日常任务 例如预定餐厅 购买商品等 您可以将这种虚拟助手出售给企业或个人用户 并根据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 提供智能翻译服务 CHA-JPT可以用于构建智能翻译系统 将不同语言的文本转换为目标语言 您可以向企业或个人提供这种服务 并根据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 提供智能写作服务 CHA-JPT可以用于构建智能写作系统 帮助人们生成高质量的文章和内容 您可以向企业或个人提供这种服务 并根据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 总之CHA-JPT是一种强大而多才多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需要广泛的应用前景 通过学习和了解其原理和应用 您可以掌握如何使用CHA-JPT来解决各种问题 同时也可以创造商业机会 为自己带来收益 除了商业应用 CHA-JPT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实用价值 例如学习和教育 CHA-JPT可以用于帮助学生和教师 进行语言学习和教学 例如语言学习 课堂交互等 娱乐和娱乐 CHA-JPT可以用于构建智能聊天机器人 为人们提供有趣的交互体验和娱乐服务 个人助理和时间管理 CHA-JPT可以用于构建个人助理应用程序 帮助人们管理时间 日程和任务的医疗保健 CHA-JPT可以用于构建智能医疗助手 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智能化的医疗服务 总之 CHA-JPT是一种多功能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其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通过学习和掌握其原理和应用 您可以将其应用到各种实际问题中 并创造商业机会和改善生活 如果您想使用CHA-JPT来解决特定的问题或构建特定的应用程序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步骤 确定需求和目标 首先 您需要明确您的需求和目标 以便确定使用CHA-JPT的最佳方式 例如您可能需要构建一个智能客服系统 虚拟助手或智能翻译器 收集和处理数据 CHA-JPT是一种基于数据驱动的模型 因此您需要收集和处理足够的数据 以用于训练模型 您可以使用现有的数据集 也可以自己创建数据集 训练和调整模型 使用收集到的数据 您可以训练和调整下JPT模型 以使其能够更好地解决您的问题 这可能需要一些计算资源和技术知识 部署和测试模型 完成模型训练和调整后 您可以将其部署到实际应用中 并进行测试和调整 以确保其性能和效果符合预期 维护和更新模型 CHA-JPT是一种动作的模型 需要不断地维护和更新 以保持其性能和效果 您需要定期更新数据集 重新训练模型 并优化其参数和结构 总之 使用JPT来解决实际问题 需要一些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 但是通过学习和实践 您可以轻松掌握其原理和应用 并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您 学习和应用 JPT的技术和工具 Python编程语言 JPT是用Python编程语言实现的 因此您需要学习 Python编程语言的基础知识 一边进行模型训练和部署 Tensor4和Pytoros 这是两个最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 都支持JPT模型训练和部署 您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框架 来使用JPT PoGinFace 这是一个流行的开源自然语言处理库 包括JPT模型和其他各种模型 它提供了简单应用IPI和工具 可以快速构建和部署 JPT模型 Colad 这是一个由Google提供的 在线JPT笔记本平台 可以提供免费的GPU和TPU资源 用于训练和测试下JPT模型 Azure和AWS 这是两个流行的云计算平台 提供各种计算资源和工具 可用于训练和部署下JPT模型 总之学习和应用下JPT需要一些技术和工具的支持 但是这些技术和工具都非常成熟和易用 可以让您快速上手 并开始构建您自己的下JPT应用程序 最后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JPT应用场景 智能客服 下JPT可以用于构建智能客服系统 为客户提供自动化的支持和解决方案 客户可以与下JPT机器人进行对话 获取所需信息或解决问题 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 并减少客户服务成本 虚拟助手 下JPT可以用于构建虚拟助手 帮助人们完成日常任务 例如预定餐厅、购买商品等 用户可以通过与下JPT机器人进行对话 来完成这些任务 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 智能翻译 下JPT可以用于构建智能翻译系统 将不同语言的文本转换为目标语言 这对于国际贸易、旅游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非常有用 智能写作 下JPT可以用于构建智能写作系统 帮助人们生成高知能的文章和内容 这对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营销等方面非常有用 个人助理 下JPT可以用于构建个人助理应用程序 帮助人们管理时间 日常和任务等 用户可以与下JPT机器人进行对话 安排日常、提醒事项等 总之,下JPT有很多应用场景 可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为人们带来便利和效益 通过学习和应用下JPT 您可以掌握这种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价值 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下JPT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在JPT未来发展方向 多模态自然语言处理 除了文本 现实中还存在大量的音频 视频等非文本形式的自然语言数据 未来 下JPT可以发展成为一种 支持多模态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 可以处理多种自然语言数据类型 跨语言自然语言处理 现实中存在大量的跨语言场景 例如国际贸易 跨国公司和跨境旅游等 未来 下JPT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支持 跨语言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 可以处理多种语言文本数据 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 下JPT已经可以生成高质量的文本 未来可以发展成为一种 支持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的模型 可以生成具有情感色彩文本和对话 自适应学习和增量学习 下JPT已经可以通过大量数据进行训练和调整 未来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支持自适应学习和增量学习的模型 可以随着数据的变化 自动调整模型参数和结构 总之 下JPT作为一种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未来的应用场景将会更加广泛和深化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应用 您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 并创造出更多的商业机会和社会价值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下JPT这类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数据偏见 下JPT的训练数据可能存在偏见 例如种族 性别 年龄等方面的偏见 这可能会导致模型输出去有偏见 影响其应用效果和公正性 信息泄露 下JPT的应用可能涉及敏感信息和隐私数据 例如个人身份信息 财务信息等 如果不加保护 这些信息可能会被泄露 对用户和组织造成损失 虚假信息 下JPT可以生成高质量的文本 但这也意味着 它可以用于生成虚假信息和谣言等 如果不加控制 这些虚假信息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对话破裂 在JPT的对话可能会破裂 例如当用户提出一个 与上下文无关的问题时 这可能会降低用户体验和应用效果 因此 使用下JPT需要注意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控制虚假信息和谣言等风险 以及提高对话的灵贯性和自然性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化 这些风险和挑战 也需要不断得到解决和完善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 下JPT的研究和应用 需要遵循一些最佳实践和规范 例如数据隐私和保护 在使用下JPT训练和部署模型时 需要遵循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最佳实践 例如数据匿名化 数据加密 访问控制等 调整模型参数和结构 为了避免模型的偏见和歧视 需要调整模型参数和结构 使其更加公正和客观 例如 可以使用均衡的数据及进行训练 调整对特定群体的关注度等 控制模型输出和谣言 为了避免模型输出虚假信息和谣言 需要控制模型的输出范围和精度 例如 可以使用多个模型进行验证 控制输出的可信度等 连贯和自然的对话 为了提高对话的连贯性和自然性 需要使用合适的对话策略和技巧 例如 可以使用上下文感知的对话生存算法 避免对话破裂和不连贯 总之 加GPT的应用 需要遵循一些最佳时间和规范 以确保模型的效果和公正性 并避免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化 这些最佳时间和规范也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 处理以上的最佳时间和规范 加GPT的应用 还需要考虑一些伦理和社会问题 例如 爱伦理和责任 加GPT的应用 需要考虑爱伦理和责任的问题 例如 公正性 透明性 隐私保护等 应用程序的开发者 需要对其应用的影响和后果负责 并积极寻求社会和政府的监管和支持 社会影响和风险 下GPT的应用可能会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和风险 例如 就业 隐私 安全等 开发者需要评估和管理这些影响和风险 避免对社会和个人造成损害 人际关系和互动 下GPT的应用 涉及到人际关系和互动 需要考虑人类的文化 价值观和情感等因素 应用程序的设计和实现 需要尊重人类的尊严和权利 并提供高质量的用户体验 总之 下GPT的应用 需要考虑人理和社会问题 避免对人类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并为人类带来正面价值和利益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社会的不断变化 这些问题和挑战 也需要不断得到探索和解决 为了更好的应对 下GPT应用 中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以下是一些可能应对措施 建立A伦理和责任框架 针对下GPT的应用 需要建立A伦理和责任框架 包括公正性 透明性 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准则和标准 这可以帮助开发者评估和管理应用程序的影响和关系 避免对人类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加强监管和审查 针对下GPT的应用 需要加强政府和社会的监管和审查 确保应用程序符合伦理和法律的要求 避免对人类和社会造成损害 这可以促进下GPT的应用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并为其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 提高公众教育和参与 针对下GPT的应用 需要提高公众的教育和参与动 使公众了解下GPT的应用 和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同时参与对应用的评估和监督 这可以促进下GPT的应用与社会的融合 并增强公众对其的信任和支持 鼓励开源和共享 针对下GPT的应用 需要鼓励开源和共享 使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和贡献 共同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这可以增强下GPT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并为其应用创造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总之 应对下GPT应用中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需要多方合作和共同努力 包括政府 企业 学术机构和公众等 通过建立爱伦理和责任框架 加强监管和审查 提高公众教育和参与度 以及鼓励开源和共享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的应用和发展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正面价值和利益 除了应对伦理和社会问题外 下GPT的应用 还需要关注一些技术问题和挑战 例如 多模态自然语言处理 下GPT的应用 需要支持多模态自然语言处理 例如处理音频 视频等 非文本形式的自然语言数据 这需要开发出更加先进的 多模态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并与其他技术 例如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 进行整合和写作 跨语言自然语言处理 下GPT的应用 需要支持跨语言自然语言处理 例如处理多种语言的文本数据 这需要开发出跨语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并解决跨语言文本对齐和语言特征差异等问题 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 下GPT的应用 需要支持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 例如生成具有情感色彩的文本和对话 这需要开发出更加先进的 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技术 并将其整合到下GPT模型中 自适应学习和增量学习 下GPT的应用 需要支持自适应学习和增量学习 以应对数据的变化和模型的迭代更新 这需要开发出更加灵活和智能的自适应学习和增量学习技术 并解决数据吸收性和模型飘移等问题 总之 下GPT的应用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技术问题和挑战 以推进其应用的发展和创新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化 下GPT的应用也将不断涌现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为了更好地推进下GPT的应用和发展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技术方向和趋势 多模态自然语言处理 下GPT的应用将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多种自然语言数据类型 例如音频 视频等 非文本形式的数据 未来 下GPT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支持多模态 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 并与其他技术 例如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 进行整合和写作 跨语言自然语言处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交流的加强 下GPT的应用将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多种语言的文本数据 未来 下GPT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支持跨语言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 解决语言特征差异和跨语言文本对弃等问题 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 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技术将在下GPT的应用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例如生成具有情感色彩文本和对话 未来 下GPT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支持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的模型 并提高其情感识别和生成的精度和可靠性 自适应学习和增量学习 下GPT的应用需要不断地适应数据和模型的变化 以保持其应用效果和竞争优势 未来 下GPT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支持自适应学习和增量学习的模型 通过数据驱动和模型优化实现动态学习和适应性调整 总之 下GPT的应用将不断涌现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不断创新和改进 未来 下GPT的应用将成为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处理以上技术方向和趋势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 下GPT应用场景和领域 自然语言对话系统 下GPT可以应用于自然语言对话系统 例如客服机器人 智能助手党 下GPT可以基于用户的问题和上下文生存自然语言回复 并不断优化和个性化对话体验 智能文本编辑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文本编辑工具 例如语法检查 自动纠错 自动摘要等 下GPT可以基于文本语法 结构和意义 生存更加准确和流程的文本输出 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 下GPT可以应用于情感分析和情感生成领域 例如文本情感分析 音乐情感生成等 下GPT可以基于文本的情感色彩 生存更加准确和生动情感文本输出 知识图谱和智能推荐 下GPT可以应用于知识图谱和智能推荐领域 例如问答系统 信息检索 智能推荐等 下GPT可以基于文本的语意和关系 生存更加准确和精准的信息输出 总之下GPT的应用场景和领域将不断扩展和深化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此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趋势 模型压缩和加速 随着下GPT模型的规模不断增大 模型压缩和加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和开发方向 未来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简直 量化和分布式训练等技术来压缩和加速下GPT模型 提高其效率和性能 模型融合和跨文化学习 下GPT的应用将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多种模型和多种数据类型 例如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 未来 我们可以通过模型融合和跨文化学习等技术来整合和协作多种模型和数据类型 提高下GPT的应用效果和智能性 领域特化和个性化学习 下GPT的应用将越来越多地 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和用户群体 我们可以通过联邦学习和隐私保护等技术来保护用户数据和隐私信息 同时提高下GPT的应用效果和智能性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涌现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技术趋势和方向 并不断创新和改进 通过模型压编和加速 模型融合和跨文化学习 领域特化和个性化学习 联邦学习和隐私保护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应用场景和领域 医疗健康 下GPT可以应用于医疗健康领域 例如医疗问答系统 病例诊断 药物研发等 下GPT可以基于医疗数据和知识 生成具有医学专业性和精准度的回答和结果 金融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金融服务领域 例如客户服务机器人 风险评估 投资建议等 下GPT可以基于金融数据和知识 生成具有金融专业性和准确性的回答和结果 教育培训 下GPT可以应用于教育培训领域 例如智能教育出手 学习评估 智能提库等 下GPT可以基于教育数据和知识 生成具有教育专业性和智能性的回答和结果 娱乐媒体 下GPT可以应用于娱乐媒体领域 例如智能聊天机器人 智能音乐生成 智能剧本生成等 下GPT可以基于娱乐数据和知识 生成具有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回答和结果 总之 下GPT的未来应用场景和领域将不断扩展和深化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趋势和方向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运动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为人类传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此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个性化聊天机器人 下GPT可以应用于个性化聊天机器人 以提供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服务 未来 下GPT可以基于用户的兴趣 喜好和行为 生成具有个性化特点的回答和结果 并通过持续的学习和迭代 来提高用户体验和满意度 智能翻译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翻译领域 以实现更加准确和自然的翻译效果 未来 下GPT可以基于多语言数据和知识 生成具有语义和语法准确性的翻译结果 并通过持续的学习和优化 来提高翻译效果和质量 智能写作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写作领域 以提供更加流畅和有趣的写作体验 未来 下GPT可以基于写作领域的数据和知识 生成具有语义和逻辑联贯性的文本结果 并通过持续的学习和优化 来提高写作效率和质量 智能影像处理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影像处理领域 以提供更加准确和自然的影像分析和生成效果 回来 下GPT可以基于影像领域的数据和知识 生成具有语义和艺术性的影像结果 并通过持续的学习和优化 来提高影像分析和生成效果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将不断有些新技术和应用领域 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个性化聊天机器人 智能翻译 智能写作 智能影像处理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智能家居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家居领域 例如语音控制 智能家居设备管理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实现智能家居设备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管理 智能程式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程式领域 例如交通管理 通贡安全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模态数据和知识 实现智能程式的智能化和协同化管理 智能制造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制造领域 例如智能质量控制 智能工厂管理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数据和知识 实现智能制造智能化和优化化管理 智能物流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物流领域 例如智能配送 智能仓储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种数据和知识 实现智能物流的智能化和优化化管理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有限新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智能家居 智能城市 智能制造 智能物流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智能游戏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游戏领域 例如智能角色扮演 智能游戏情节生成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游戏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丰富和智能化的游戏体验 智能法律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法律服务领域 例如智能合同审查 智能法律文书生成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领域的法律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高效的法律服务 智能城市旅游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城市旅游领域 例如智能旅游攻略生成 智能景点导览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城市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城市旅游服务 智能医学影像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医学影像领域 例如智能医学图像分析 智能诊断辅助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模态的医学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精准的医学影像诊断和辅助 总之 在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有性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 在GPT应用 通过智能游戏 智能法律服务 智能城市旅游 智能医学影像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智能营销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营销领域 比如智能广告推荐 智能客服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精准和智能力营销服务 智能人力资源管理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人力资源管理领域 例如智能招片 智能员工管理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人力资源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智能语音助手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语音助手领域 例如智能语音识别 智能语音和承档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语言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自然的语音交互效果 智能客户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客户服务领域 例如智能客服 智能回防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客户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客户服务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涌现 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智能营销 智能人力资源管理 智能语音助手 智能客户服务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智能决策支持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决策支持领域 比如智能义务资讯 智能战略规划等 会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高效的决策支持服务 智能能源管理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能源管理领域 例如智能电网 智能能源监测等 会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能源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能源管理服务 智能保险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保险服务领域 比如智能保险领培 智能保险产品设计等 会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领域的保险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智能保险服务 智能社交媒体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社交媒体领域 例如智能社交媒体推荐 智能社交媒体管理等 会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化的社交媒体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社交媒体服务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涌现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智能决策支持 智能能源管理 智能保险服务 智能社交媒体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智能金融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金融服务领域 例如智能投资理财 智能信贷风险评估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金融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智能的金融服务 智能教育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教育服务领域 例如智能个性化教育 智能教育管理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领域的教育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教育服务 智能医疗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医疗服务领 例如智能医疗诊断 智能健康管理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医疗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精准和智能的医疗服务 智能物联网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物联网领域 例如智能物联网设备管理 智能物联网数据分析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物联网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的物联网管理和应用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涌现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智能金融服务 智能教育服务 智能医疗服务 智能物联网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智能能力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能力领域 例如智能能力气象预测 智能能力机器人控制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领域的能力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高效能力生产 智能交通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交通领域 例如智能交通流量管理 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交通数据 实现更加智能和高效的交通管理 智能语音翻译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语音翻译领域 例如智能语音翻译服务 智能语音翻译设备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语言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自然和准确的语音翻译效果 智能安防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安防领域 例如智能安防监控 智能安防预警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安防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高效的安防管理和预警服务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涌现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智能农业 智能交通 智能语音翻译 智能安防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 和应用场景 智能城市治理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城市治理领域 例如智能城市规划 智能城市交通管理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城市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 和智能的城市治理 智能旅游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旅游服务领域 例如智能旅游推荐 智能旅游攻略生成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旅游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旅游服务 智能环境监测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环境监测领域 例如智能环境监测预警 智能环境污染控制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环境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高效的环境监测和管理 智能社区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社区服务领域 例如智能社区管理 智能社区服务平台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化的社区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便捷的社区服务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有限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智能城市治理 智能理由服务 智能环境监测 智能社区服务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智能体育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体育服务领域 例如智能体育赛事分析 智能运动训练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领域的体育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的体育服务 智能游戏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游戏领域 例如智能游戏代 智能游戏推荐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游戏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游戏服务 智能零售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零售领域 例如智能商品推荐 智能营销策略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零售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智能的零售服务 智能制造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制造领域 例如智能制造设备管理 智能制造流程优化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智能制造领域 智能制造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的制造服务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有限 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智能体育服务 智能游戏 智能零售 智能制造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另外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 下GPT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智能艺术创作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艺术创作领域 例如智能艺术作品生成 智能音乐创作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艺术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创新和智能的艺术创作服务 智能媒体服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媒体服务领域 例如智能媒体内容推荐 智能媒体管理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媒体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媒体服务 智能电子商务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电子商务领域 例如智能电子商务推荐 智能电子商务客户服务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电商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高效的电商服务 智能区块链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区块链领域 例如智能区块链数据管理 智能区块链安全控制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区块链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的区块链管理和应用 总之 下GPT的未来发展将不断有些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通过智能艺术创作 智能媒体服务 智能电子商务 智能区块链等应用的不断发展和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下G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或LJUS2000提名点康 继续 除了以上列举的应用场景 下GPT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应用方向 例如智能客服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客服领域 例如智能客服机器人 智能客服自动化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客服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高效的客服服务 智能人力资源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人力资源领域 例如智能招聘 智能员工培训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人力资源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人力资源服务 智能安全监控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安全监控 监控领域 例如智能视频监控 智能安全预警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安全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准确和高效的安全监控和预警服务 智能家居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家居领域 例如智能家居控制 智能家居设备管理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家居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便捷的家居服务 总之 下GPT的应用场景和发展方向非常广泛 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我们相信 下GPT未来会在更多的领域和行业中发挥出巨大的价值和作用 除了上述提到的应用场景 下GPT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应用方向 例如智能医疗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医疗领域 例如智能医疗诊断 智能医疗问诊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医疗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精准和智能的医疗服务 智能金融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金融领域 例如智能投资咨询 智能风险控制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化的金融 智能能源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高效的金融服务 智能教育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教育领域 比如智能教育推荐 智能教学辅助等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元教育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教育服务 智能能源管理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能源管理领域 比如智能能源消费分析 智能能源储存管理领域 未来 下GPT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能源数据和知识 实现更加智能和高效能源管理和应用 总之 下GPT的应用场景和发展方向非常广泛 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我们相信 下GPT未来会在更多的领域和行业中发挥出巨大的价值和作用 做一总结报告 下GPT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大型语言模型 能够对自然语言进行理解和生成 它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种重要应用 目前已经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 首先 我们讨论了下GPT的技术原理和发展历程 下GPT是由不难研发的一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采用了Transformer模型来进行语言模型训练 从GPT1到GPT3 下GPT在语言模型训练方面不断刷新的阶段 展现出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 接着我们探讨了下GPT的应用场景和未来发展方向 下GPT可以应用于智能客服 智能社区服务 智能媒体服务 智能医疗 智能金融 智能教育 智能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和行业 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潜力 未来下GPT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将会更加多元化和智能化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最后我们总结了 下GPT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下GPT具有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 能够为各种语言处理任务提供高效解决方案 为人们生活和工作达来更多的便利和效率 但是下GPT仍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数据安全 数据隐私 人机交互等方面 需要更多的技术研究和探索来解决这些问题 总之 下GPT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种重要应用 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潜力 未来下GPT的发展将不断涌现新的技术和应用场景 需要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技术方向和趋势 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下GPT应用 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商业和社会价值